值得来担心的是 预报还是会有不确定性 再加上台风的环流 以及台湾的地形之间的交互作用 整体的环境是比较复杂 所以说呢 在台风对于台湾附近 登陆的整个位置还有时间点 以及在陆地上面停留的时间 还有整个出海的位置呢 都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 所以提醒大家要留意 气象署所发布的最新预报资讯 我们也可以来参考 暴风可能到达的时间以及几率 那这样子的范围呢 其实就是台风的暴风的范围呢 最有可能抵达的时间 这个是在我们的周三的早上八点 这个是周四的早上八点钟 可以看到在周四的早上八点钟 整体来说台风的暴风范围 都已经涵盖到台湾的上空 也因此呢 我们所预估台风对于台湾 最接近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呢 就是在整个周四到周五的清晨这段期间 也因此如果说整体的路径 以及台风的强度预测 如我们目前的资料所预估的话呢 我们也不排除在今天的傍晚前后 可能发布到海上台风警报 而在路上台风警报的情形呢 大致可能会落在明天的清晨到上午左右 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台风 对台湾附近所造成的风浪的影响 其实浪高呢 在近海的浪都已经明显的增大了 在台湾附近的各海面 都已经有三米以上的浪高 我们在这个图示上面呢 今天整体的浪高 黄色呢都是在三米以上的范围 可以看到台湾附近各海面 都是普遍有三米以上 而呢在更高的地方呢 在四米左右 在东南部 蓝远绿岛的这一带 也是比较偏高的情形 这是由于距离台风的位置 比较接近的关系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周三周四浪 还有在逐步增高的趋势 我们要提醒在周三周四段期间呢 台湾附近各沿海都要留意 有二到四米 我们在可能会有四到六米左右的浪高 甚至呢在整个东半部 恒春半岛 蓝远绿岛 还有澎湖 以及后续在周四 西南沿海这一带 也有可能有局部六米以上的浪高出现 所以在海面上面的浪呢 都是比较偏大的 而且还会有常常发生的情形 我们从今天开始 在台湾的北海岸东半部恒春蓝远绿岛 就可能有常浪发生 而随着台风的逐渐接近 通过台湾附近 在周三到周五的这段期间 各沿海以及澎湖 还有金门马祖 也都有可能会有常浪出现 所以提醒大家 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海上的风浪都相当的偏大 有一些危险性 而至于在沿海的风力的部分呢 今天的风力也是逐步增强的趋势 其实台湾附近盛行呢 随着台风的接近 是一个东北风明显偏强的环境 再加上呢 随着台风本身的环流接近之后呢 对于我们的东半部地区 南与绿岛也会造成相当的风力的威胁 而随着台风呢 经过台湾的上空 来到台湾的西南部 以及台湾海峡这一带之后呢 整体的风场转为西南风 其实对西半部 在台湾海峡这一带 澎湖金门马祖的风力 也是有逐渐增大的趋势 所以呢 我们目前已经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 也会逐步的更新 我们目前提醒在桃园 到云林市路上强风的范围 还有像恒春 南与绿岛以及澎湖 这些地方呢 可能会有9到10级的强震风 而到了明天 以及周四周五呢 这两天呢 整个个沿海的风浪 都会明显的在持续的增大 在明天呢 南与绿岛就有可能受到台风附近的强风影响 有10到12级的强震风 而台湾的沿海整个大的风力的情形呢 也是逐渐的扩大 所以在台南伊贝 还有宜兰的这一带呢 以及金门马祖 都可能会有来到9到11级的强震风 甚至在周四周五的这段期间 各沿海离岛都要注意9到12级 或甚至台风附近的强风 可能造成平均风12级 或阵风14级的这种制在性的强风 至于在我们附近的天气呢 其实今天可以看到在雷达回波图上 已经有台风的这个环流的降雨呢 逐渐再接近到我们的东方的外海 不过呢 对台湾附近的影响呢 是还没有来到的 所以说呢 在我们的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的山区 还有宜兰这一带 主要是环境的东北风 所造成的这种地形性的间歇的降雨 那其实今天呢 其他各地大致来讲 都还是以比较偏向 多云桃道寝的天气为主 那以目前的累积降雨来讲呢 整体的降雨都是比较偏向 短暂的阵性降雨 不过在中南部的这一带 也可能会有一些降雨发生 所以还是外出的话 可以期待雨具备用 不过整体的下雨的时间 以及范围呢 都是不长 也不会说下得太大的 那我们要开始留意呢 从明天开始呢 持续的受到台风的外围的环流的影响 在我们迎封面的降雨是逐渐加剧的趋势 今天呢 在台北还有宜兰呢 是有一些局部的较大雨势 不过可以看到 我们从降雨的这个趋势的比较呢 就可以发现 到了周三 随着台风的逐渐接近 外围环流影响到台湾的陆地之后呢 在整个北部 东半部 尤其在北部的山区 然后还有大台北地区 基隆北海岸 宜兰山区 甚至花莲呢 都是越晚的降雨都会越来越增多 要留意在陶云以北 宜兰会有局部的豪雨出现 而从晚间开始的花冬恒春 也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发生 那在离岛的部分呢 大致上从周四开始 会转成比较阴雨的天气 而台湾本岛呢 要特别留意从周四到周五的清晨 可能是这个台风对我们影响 雨量最明显的时候 可以看到在东半部 都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 就是由于降雨的雨势比较偏大 而且下雨的时间呢 也是持续性的在累积 所以东半部一定要特别留意 这种可能会造成 贪方落实的情形 那至于在北部南部地区 还有中部的山区 也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豪雨 而至于随着台风呢 逐渐的在台湾的上空 那台湾的西南部的这一带 逐渐转成西南风的情形之后呢 其实在周四的晚间到周五的清晨 中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大雨发生的情形 那随着台风的逐渐远迪 我们可以看到在周五的白天开始 整体的雨势都趋缓了 虽然在各地还是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降雨 在西半部有些短暂的 在东半部有些局部的降雨 不过可以看到 准体来说都是明显间换的情形 那因此呢 我们要提醒大家 台风主见要接近我们了 但是今天整体的雨势和风势 都相对来说还不会太大 所以大家要把握时间 做好防台的准备 那我们在周三接近 周四到周五的清晨 是这个风雨影响最明显的时候 就请大家严防豪雨强风 在豪雨方面呢 要特别留意居家的环境 我们要就是提前去疏通沟渠 那也避免前往山区活动 至于在强风的情形呢 也要留意去稳固一些 容易掉落的物品 那避免危险 那在海边呢 风浪都是比较明显偏大的 所以也提醒大家这段期间呢 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至于台风的陆境预报 还是会有些不确定性 也提醒大家留意我们发布的 最新预报资讯 以上是今天上午的天气说明 风声夹杂雨声 陆树被吹得东倒西歪 凯米台风从台东登陆 超级阵风 瞬间风速十七级 在追溯一九六七年的强台击达 和这次康瑞台风登陆时间雷同 也极有可能从台东登陆 让人担忧对台侵袭力道强 康瑞还在前进中 但已经明显感受到风力 气象鼠预估三十号蓝雨绿岛 会有十到十二级强阵风 台南以北宜兰金门 马祖等地也有九到十一级 而三十一和十一月一号 整个沿海的风力都可能达到九到十二级 康瑞台风暴风圈范围广 根据气象鼠上午统计 台湾日三个地区暴风侵袭几率 突破百分之九十 其中台东蓝雨和绿岛都高达百分之百 秋台威力不容小觑 扛而入境 让人胆症心惊 三星的高温生来自台北 蔡凤博